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惬意的旅行方式 虽然说火车票可能比搭飞机还要贵 但是却是另外一种感受 乘着火车去看山 看海 看窗外风景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化 再回头和身旁的人说说话谈谈心 还有比这更浪漫的事情吗 所以今天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美国火车旅行经典的观光线路 下次如果你不着急到达目的地 就来一趟火车之旅吧 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Cost Starlight 海岸星光号列车 海岸星光号是全美最经典的火车观光路线之一 每天往返于洛杉矶和西雅图 连接着西海岸的各大城市 经过圣巴巴拉 旧金山湾区 Sacramento 还有波特兰 全程是35个小时 沿途的风光非常的美丽 有雄伟的山峰 郁郁葱葱的森林 以及是绵延不绝的海岸线 为了方便游客来欣赏美景 海岸星光号被设计成了双层的观光列车 大部分座位在上层 列车两侧窗户非常大 视野极其开阔 车窗外的风景可以一览无余 除此之外 火车的餐厅提供各种各样的食物 牛排 海鲜 土豆泥沙拉 冰淇淋甜点等一应俱全 早餐 午餐 晚餐都是有独特的菜单 菜单是按照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 都是当季最新鲜的食材 乘坐海岸星光号永远都不会无聊 窗外铺天盖地的美景在不停的变化 靠着舒适的座椅上喝着温暖的咖啡欣赏美景 绝对是一种无比惬意的休闲方式 California Ziffer加州威风号 是北美最有名的观光列车之一 每日往返于旧金山还有芝加哥 路线全长大概是4000公里 历时52个小时 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 你的眼前就不会缺少美丽的景致 一路上风情多变 雪地 高山 沙漠 峡谷等大自然的风情尽收眼底 车上有普通车厢 卧铺车厢 餐车区 以及是观景车厢 普通车厢每排有4个座位 左右两侧各两个 位置是足够宽敞的 加上椅背可以调整到35度角 坐上非常的舒服 完全可以媲美飞机的商务舱 观光车厢是加州威风号列车的特色之一 与普通的车厢不同 观光列车的两侧是通透的大玻璃 从天花板两侧一直到车底 可以让四周的美景尽收眼底 极具感官的冲击力 对着这些美景放空身心 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不用想 想想就非常幸福 瀑布号 Amtrak Cascades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观光火车线路 从俄勒冈州游金 波特兰 西雅图 到加拿大温哥华 经过圣海伦山和哥伦比亚河峡谷 瀑布号就像一个魔法列车一样 带乘客穿梭在美景当中 可以欣赏沿途雄伟的山脉 蓝色海湾 瀑布 还有火山 等自然的奇观 让人心晃深意 也可以在餐车上放松身心 品尝当地的美食 葡萄酒 啤酒 以及咖啡 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瀑布号是跨境列车 要前往加拿大的朋友 记得事先办理好出境的手续 阿迪朗达克列车是从纽约出发 去加拿大蒙特利尔 曾被媒体称为全球最美的十条火车路线之一 也是全美最佳秋季火车旅行线路之一 这趟列车从曼哈顿出发 沿途可以观赏如万花筒一般绚丽多彩的自然美景 穿越哈德逊河谷 途经亨利港 还有萨拉托加泉 以及是提康德罗加等地 一路风景多变 优美壮观 如果是在秋天的时候旅行 还可以欣赏转红的风林 还有葡萄庄园 单程大约是十个小时 列车会在晚餐时间抵达蒙特利尔 这座极富法式风情的城市 让你不用远渡重洋 就能像是来到欧洲度假一般 悠闲的享受美食还有美景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红雀号 那么这条线是美东地区风景最美的观光线路之一 全程长达26小时30分钟 可以在火车上过夜 从纽约坐上红雀号后 蜿蜒穿过1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最后抵达芝加哥 沿路的风景让人目不暇接 有小溪河流 田园风光 也有壮阔的大峡谷和绵延的山脉 随手一拍就是如画的风景 福吉尼亚州的夏洛特维尔是沿途的其中一站 非常适合来欣赏秋日的美景 当然除了自然的风景 也有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 比如说是古朴的小镇 繁华的城市 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 都是让人流连忘返 中午的时候可以到火车的餐厅来吃午饭 说不定你会发现一种你从没尝试过的美味 Southwest Chef 西南酋长号列车这条线 往返与芝加哥和洛杉矶之间 是全美第一列配有全卧铺车厢的火车 曾经吸引很多的名流来搭乘 因此有星光列车的美誉 沿途经过伊利诺伊州 爱荷华州 密苏里州 堪萨斯州 科罗拉多州 新墨西哥州 亚利桑那州 以及加州 一共是八个州 全程长达43小时 可以看到美国西部广袤的土地上的麦田 农场 村落 壮观的峡谷 还有沙漠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绝美的画卷当中 在某些路段 火车从直笔车身宽几英尺的弯曲峡谷通道驶过 这些都是洲际公路上无法看到的风景 现在许多人为感受美国中西部蜿蜒曲折的大好风光 提早来预定卧铺 专门来乘列车 去欣赏这一独具一格的风景 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Sunset Limited 日落号 日落号往返于新阿尔良和洛杉矶之间 单程大约是48小时 这条线路不仅是横贯东西 也是美铁最南边的铁路支线 沿途会看到美国南部的不同风景 从郁郁葱葱的森林 奇特的红颜景观到无垠的沙漠 都能够尽收眼帘 日落号上设施非常的完备 那么乘客可以一边品尝美食 一边欣赏窗外的景观 非常值得去体验一番 在规划火车旅行的时候 为确保行程的顺利 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 一些热门的火车线路 由于座位有限并且需求量大 建议提前两到三个月来进行预定 同时某些火车线路的班次会相对较少 部分的线路每日仅有一班 甚至是每隔几日才有一班 因此要提前了解班次信息并规划行程 除此之外 火车容易晚点 可以下载媒体官方的APP来进行查看 在行李方面 大多数的车次允许乘客来携带一定数量的随身行李 还有托运行李 但具体的尺寸和重量限制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需要提前来了解对行李的规定 确保行李符合规定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在托运行李箱的时候呢 应该自行的标明姓名还有地址 以防丢失 同时呢 托运必须是在火车发车前45分钟完成 如果行程中涉及到换车 请确保换乘时间至少为两个小时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最后呢 火车旅行中的安全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呢 火车旅行相对安全 但是仍然需要保管好个人的物品 特别是停靠站的换乘的时候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的实用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落成焦点频道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